那接下來呢 就有沒有到疫情發生的時候啊 要什麼場合啊 要恢復戴口罩啊 比如說大眾捷運系統要不要戴口罩啊 人很多的地方要不要戴口罩啊 什麼什麼節目裡只有兩個人啊 要不要再恢復那個安全距離喔 那個吃飯要放一個小玻璃啊 或是一個隔離板啊 會這樣子嗎 不會 我確定喔 確定 喔 好 我們不可能回到以前那麼大規模 除非又來一個 又來一個完全大突變 我們現在所看到就是 就好像季節心流感那種小突變嘛 欸 裡邊一屎耶 耶 大家好 嘿嘿 你還蠻配合的耶 你再夜一下 我夜好多下 是啊 是啊 你比較心我比較沒有那麼心 你為什麼這麼不熱情啊 我有夜啊 我有夜啊 各位聽眾 請你們現在趕快夜加一夜加一夜加一 好不好 雖然李明醫師來我們節目 可能是說疫情的事情要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請問李醫師 嗯 嗯 COVID-19會再度大爆發嗎 所謂的大爆發就是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解封的時候那種爆發是不可能的啊 喔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要不然就打過疫苗 要不然就已經得到感染了都有一些免疫力的 嗯 所以那個他沒有條件大爆發 可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就是他不停的突變嘛 嗯 突變出進來的時候 看體就是對他沒有效果 所以他會讓我們不停的再度感染 嗯 所以我們看疾病管制署現在最近公佈的流行曲線就是說 我們今年年初一二月的時候有一個小風 嗯 就是過年前風 我們現在的這一波呢 跟那個過年那個時候就差不多 就是慢慢上升 比較特別的是過年的時候是因為天氣冷 我們可能就是冠狀病毒在天氣冷的時候 那個流行會比較多一點 嗯 現在是天氣熱 天氣熱的時候他也會這樣上來的話 表示他可能就是一個變異株 當我們一個變異株 他我們對人群對他的抵抗力比較少 他比較少的劑量 就是說你去摸到或者是吸到比較少量的病毒 就會讓你生病的時候呢 他在熱天氣也會有流行的趨勢 嗯 那所以這一波大概跟病毒突變是有關係的 好 可是好多人都那個什麼二次中獎 三次中獎 還有人四五次這個COVID-19 快篩出來是兩條線耶 對啊 這其實就是冠狀病毒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新冠病毒 嗯 那冠狀病毒有其他人類冠狀病毒還有四個 嗯 他會引起感冒 嗯 講起感冒我們都知道啊 我們根本就是不以為意 他也不會讓你善失工作能力 就是讓你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狀而已 嗯 有人去研究過 這四種人類的冠狀病毒 他也是一樣啊 都RNA病毒啊 他也是不停的突變啊 他也是不停的感染 嗯 跟現在我們看到的事情是一樣 嗯 以前曾經有一個荷蘭的研究 他是說 他最終的一群人 大概差不多二十個人 那每年給他測 測測測看體 看有沒有得到感染 他是說大概每一年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機會 會得到其中一種冠狀病毒感染 嗯 所以管 引起感冒的冠狀病毒 我們就產場不停的感染 二次感染 三次感染 四次感染 但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感染讓你已經有了免疫力以後 我們也沒有疫苗啊 可是我們自然產生了免疫力 就可以對付 這些後續的感染 讓他都變成輕症 因為他 他之所以不停的再度感染 是因為他的外表不停的突變 嗯 因為他外表最重要就是那個S蛋白 不停的突變 讓我們的看體 看體是辨識他的外表 那個外表變了 他就看體沒有辦法中和 他就讓他趁虛而入 趁虛而入 趁虛而入的話 他有可能進入我們細胞 就開始生病 嗯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T細胞 以前我講過好多次 T細胞是辨識病毒的內在 那病毒的內在 冠狀病毒的內在是不會變的 他變的是他的外表 所以他不停的突變進入你細胞 讓你得到感染 可是我們的T細胞 阻止他變成中症 所以你就變成說 好像都沒有肺炎 好像都不以為意 都是局限在上呼吸道的輕微的感染 現在的那個新冠病毒 就是他對我們人群來講還是有點新 還沒有像其他冠狀病毒那樣子 我們人類都已經很適應他了 我們還不太適應這支新冠病毒 所以我們還是在一段時間之內 會看到說疫情的波動 喔 所以那個啊 T細胞就是靠有打疫苗 跟我的免疫 得了之後的免疫力嗎 對不對 嗯 意思是這樣嗎 對我們打疫苗 或是我們得到感染 都會有免疫力 勇敢的T細胞 T細胞就是 他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依反那個狀陣跟死亡 而且他不受到病毒外表突變的影響 好 就是外表突變 但是他的核心還是T細胞是可以跟他對抗的 對 因為他去認的是 他還是冠狀 胺基酸系列 是胺基酸系列那個 內在的胺基酸系列那個 病毒是沒有辦法隨便突變的 突變他就死了 喔 所以結論是說這一波 看起來好像這個病例的人數比較多 可是 不是 沒有到 要很緊張 對啊 就是 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他就是會 一開始我們的新冠病毒是一個大波 對 是一個好像海嘯一樣 然後再過來再過來 慢慢的變小波 現在我們是慢慢看到這些小波 好 這個按照我們的衛福部機關署的公佈 就是 就是在 當然就是 2023年最後的時候 這個是 是 呃 階段的時候是 是 是 比較多嘛 對不對 那就是解封初期嘛 1790人 可是到了 2023年末跟2024年初的時候 就開始 確定比例數就變680 然後最近呢 2024年的第21週期 確定比例數是356 併發症發生率呢 看起來呢 這個 超過流行 這個 呃 的 這個值 預值 這個是預值 好 就是上限 流行的上限 上限是1.47 所以超過這個 這個所謂的併發症的發生率 超過流行預值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說 這個疾病有沒有流行 就是要有這種客觀的數據 那現在這個數據 我們要定義流行 就是說 以前我們發病的那個 每個禮拜或每個月的一個 病例數目是這個樣子 啊 如果那個 它會在三下變動嘛 最高 三下變動最高就是預值嘛 所以我們在定義流行區間就是 這個預值 通常我們是用95% 就超過95%的那個 的那個比例的話 已經上升到這個 預值之三的話 我們就會說它有流行 所以現在 今天我們就乖乖的請 敦請李明醫師來到我們節目裡面 加強衛教嘛 對不對 你剛剛說的嘛 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要加強打疫苗嘛 對不對 好 就是你安排的 不是 是我們拜託你的啊 你先告訴我們 衛教 我說這個 這一種分段 OK 然後是你要告訴我們要打疫苗嘛 那接下來呢 就有沒有到疫情發生的時候啊 要什麼場合啊 要恢復戴口罩啊 比如說大眾捷運系統要不要戴口罩啊 人很多的地方要不要戴口罩啊 什麼什麼節目裡只有兩個人啊 要不要再恢復那個安全距離喔 吃飯要放一個小玻璃啊 或是一個隔離板啊 或是一個隔離板啊 會這樣子嗎 不會 確定喔 確定 喔 好 我們不可能回到以前那麼大規模 除非又來一個 又來一個 完全大突變 OK 我們現在所看到就是 就好像季節性流感那種小突變嘛 好 季節性流感呢 我們每年都要打一次疫苗 因為它會小突變小突變 大突變的話就是 二十世紀發生過三次 嗯 它的變化發生改變 從H1N1變成H2N2 變成H3N1 就大流行性感冒到那個啊 在基因往前變的時候就是 類似新冠病毒一樣 全世界大流血 所以它會來一個海嘯 然後慢慢的變小坡小坡 小坡小坡就是 變成季節性流感 我們的季節性流感就是小坡 我們現在看到新冠的疫情呢 也是小坡 喔好 各位不要緊張 原來就是 COVID-19的疫情 從一開始都是 將比較誇張的人 會比較上 會比較上台面 說得也是 像我們已經 講過好多次說 可能將有四萬人死亡子 每次突變 每次新的突變就是說 恐將又要幾百萬人生病 幾萬人死亡這樣子 大疫情 可是 從Alpha Beta Gamma Zeta Omicron 我們看到疫情是 逐漸趨返 並沒有像他們 聲稱的說 這次大突變可能會 什麼 傳染力比較強啊 複製能力比較高 致病力比較大 然後就變成更大的疫情 我們看到的是慢慢趨返 所以他們一開始很聳動的言論 都沒有收到檢討 他們講的不是事實 可是那時候我是說 那時候甚至還有記者問我 他說你怎麼會沒有緊張呢 人家都說這個突變的病毒株 是 繁殖力比較強 傳染力比較強 你怎麼會說 不會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比較小波的流行 因為科學的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的T細胞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病毒繁殖力會變強 我們的T細胞也變強了 而且病毒 我剛剛說 那個T細胞是辨識病毒的內在 它的內在 氨基酸序列是不能隨便改的 否則它無法生存 那因為有這個特點 所以 每次的病毒大突變 都會造成新冠病例的 增加 但是每次疫情 它的死亡率 全世界的趨勢 跟台灣的趨勢都是一樣 每次突變以後 它的死亡率的波動很小 就持續往下降 就是說 我一起未來就不會這個樣子 現在是一個過渡期 你說COVID-19疫苗 不會每一年都要打 對 未來 但是我不知道那未來什麼時候會到 我們這個人體還要適應一段時間 那它完全感冒化了 我們就不一定要每年打疫苗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到處去 還有 我們到處去